当加拿大,专题,人早上伸手要一罐蜂蜜或烤培根时,他们最不会想到的一词可能是恐怖主义。 但是据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机构提供咨询的约翰基·Junkier说,食品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很可能在加拿大与中国的两国争端中发生。 在加拿大猪肉产品中发现莱克多巴胺,一种在中国被禁止的添加剂,后,中国单方面禁止了加拿大肉类的所有进口。 当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要求审查猪肉的出口证书时,他们发现有些证书是不真实的。 加拿大皇家其警已经介入调查伪造的证书。 在周四接受CTV采访时,供应链专家约翰基表示, 这种欺诈使得中国消费者对加拿大产品的信心受到损害。 这很可能是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最新升级。 外国政府或外国机构中的某个人是否可以通过侵入加拿大的系统然后提交虚假文件。 约翰基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参与了这一欺诈行为。 在2017年, 加拿大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以制止两国窃取彼此的商业机密。 他说, 我很肯定加拿大没有入侵中国的系统, 但我们知道中国人曾经这么做过。 加拿大情报部门过去就知道, 对前任加拿大安全部门主管Richard Fenn来说, 这个理论似乎有点牵强。 他认为在理论上这是可行的。 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会觉得有必要这么做。 他还提到了中国与挪威等其他国家此前发生外交争端的例子。 当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向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发了诺贝尔和平讲时, 中国毫不掩饰地通过对挪威鲑鱼的进口管制来表达不满。 他认为, 中国一旦涉及贸易纠纷时就会态度强硬。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什么是食品恐怖主义? 食品恐怖主义的概念很可能出现在家中两国的争端中。 这涉及约翰基所说的食品体系的当中的食品欺诈, 食品安全, 食品防御等。 在中国, 食品造假和欺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中国的居民愿意为他们信任的国家, 如加拿大的品牌支付高价。 但同时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约翰基在周四接受CTV采访时说, 犯罪分子可以复制加拿大的品牌和包装, 然后用他们自己更便宜但不合标准的产品代替正牌的产品。 据在亚洲生活了六年的约翰基说, 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熟悉并信任的蜂蜜包装里面可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 尽管食品欺诈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食品恐怖主义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易伤害甚至破坏经济的积极欲望。 食品恐怖主义意味着蓄意破坏供应链或故意污染供应链的恶意企图。 这是故意用生物或其他手段污染产品, 包括改变产品或给食品添加其他东西, 可能会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伤害。 他接着说, 这依食品恐怖主义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比如故意破坏某家公司, 某个品牌, 某个国家, 食品恐怖主义可以延伸至破坏经济稳定的程度。 在这个案件中, 加拿大肉类行业因此遭受重创。 仅在2019年头四个月出口到中国的加拿大牛肉就有766万公斤。 当消费者对加拿大产品的信心受到削弱。 这些在中国市场以高价销售的产品将受到打击。 加拿大经济也会受到伤害。 现在面临选举, 自由党政府可能会吃亏。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中当被问及食品恐怖主义是否属于他们调查的潜在情况时。 加拿大皇家骑警只确认了调查的存在。 根据给CTV新闻的一份声明。 他们表示不会提供进一步的评论。 以保护整个调查过程的完整性。 加拿大农业部长Marie Claude-Bippo说。 政府在夜以继日的调查此事。 根据他本人的声明。 他回应了加拿大皇家骑警拒绝对媒体推测的评论。 他说。 假证书的来源和与该证书有关的产品都还不清楚。 这件事已经被提交给执法部门。 由于调查正在进行。 现在推测还太早。 因此不会在这个时候评论。 中国大使馆也拒绝置评。 大使馆发言人给CTV的回复表示。 原则上不会对不代表加拿大政府立场的学者或专家的言论发表评论。 并且要求CTV提供关于这名专家的更多资料。 例如专家的全名和头衔。 中国大使馆网站说。 这些伪造的证书是通过加拿大官方渠道发给中国监管部门的。 反映出加拿大肉类出口监管制度存在明显的安全漏洞。 正值加拿大的敏感时刻自孟晚舟被捕以来。 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 孟是应美国的引渡请求而被捕的。 中国当局以间谍罪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 显然是为了报复孟的被捕。 约翰基说。 加拿大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政治上的敏感正在继续。 伪造证书可能涉及中国政府或第三方。 因为破坏加拿大的形象。 破坏加拿大的经济。 现在是完美的时刻。 毕竟马上就要选举了。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Garthe Schock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很难说这一食品恐怖主义概念是否会在家中争端的最新发展中发挥作用。 如果中国采取这种行为。 将会是两国关系一个新的低点。 他特别指出。 中国此前曾对美国实施过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 试图造成政治上的损害。 CBC他还说。 当中国对美国征收最初的关税时。 他们的目标是支持川普的选区。 就猪肉而言。 他们知道45%的出口来自魁北克省。 如果自由党想再次当选。 他们需要魁北克的大量支持。 不过他还说。 中国政府也不是特别喜欢保守党。 尽管加拿大国际贸易多样化部长凯尔表示。 伪造证书可能是走私者利用加拿大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 但加拿大皇家奇景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约翰基表示。 中国单方面禁止加拿大猪肉的做法出乎意料。 他说。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举动。 是一个下下策。 背后充满政治动机。 而且缺乏事实依据。 然而。 作为加拿大最高情报主管。 Fan说。 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支持这一理论的情况下。 必须保持中立。 他认为。 两国的关系现在已经足够复杂。 直接指责中国不会有什么好处。 他的直觉反应是。 中国不需要这么做。 如果他们想再次表明他们对加拿大感到愤怒。 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